那你不是說訊號不好 你有跟他講嗎 你不是說會斷訊 那個已經算是半解決了 就是那個是要送回原廠 那一台相機我已經不太想要了 所以它是相機有問題啊 哪一個相機啊 是這一個 這個迷你相機 這個相機會當機啊 那個相機有問題 對啊所以他就叫我送回原 那個相機的廠商 所以你說那個睡風過運的 他就你寄回中國不用運費就好 對 啊所以你那個 你買一下買多少 一千多 你說這一個嗎 相機 你說新的 對 新的我不知道啊 應該是他應該算是我 算我八百多吧 七八百 因為你說兩個合起來一起算 對啊 兩個一千三 所以原本的話你買多少你知道嗎 原本的舊的壞掉的那個要寄回對岸的 那個是跟飛機一起的 它不是單獨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 外面我還知道是那個影像 算 當機 啊 我就廠商說的啊 他們沒有 沒有任何測試 就知道他是當機 不是啊 我也覺得是影像當機啊 因為其他的東西都沒有問題啊 就是影像有問題啊 因為他壞的是 他壞的是他影像有傳過來 但是單獨 因為他 我就說那個影像是他有兩個資訊重疊嘛 所以另外一個資訊重疊的部分是OK的 但是相機這邊的重疊是有問題的 忘了跟他買葉片 你今年去了兩天 然後現在要跟我說 忘了買葉片 聽進去 那我要說你自己 測給你看你自己去 測給你看 那不是就在 那算順路啊 也是往那個方向啊 你說明天上課 好啊 明天真的要去就再去啊 只是 然後我說 你又來了 我又來了 聽聽到 現在看到你又 又換掉什麼 根本就是 這 這是在爆心什麼東西 什麼哄雍 所以我會說, It puts a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all of this 但是就是因為俄羅斯認為烏克蘭是非常軟弱的 他認為他的貿易差不多到40億美元 他認為他各方面的狀態其實完全沒有跟上這個時代 所以他認為他前面之內又可以完成這樣一個大型的軍事活動 所以他就下手了 所以今天完全話說 我相信如果布林可以重新用現在的這個了解和知識去看待這個戰場的話 他可能當時會不會發起 如果他知道說連他打進這個烏克蘭的市區裡面 都會有烏克蘭的富裕 打進冠軍炸彈的無人機的話 甚至於還有吉米達的無人機的話 他可能會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全世界行動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國防部認為這個是在我們國家 都非常可以支持的一個性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一題的 維持在中國對於判算這個台湾形勢的一個相關來發展的風險 只要中國認為風險跟大家夠高的話 台湾就不會做這個戰爭形勢 他一直很瘋狂 嘻嘻 哎 您好 接着眼睛开盖一格 不要啊 一脚都打得回去了 拦手 一脚只摆成手 不穿手 我不能先洗销了 如果要洗销了 甚至说 还得到 通过房子 Bradek 他正式目标的逼止持续 行动 对 这个是确定的 第二个就是说 我看 新晋维间看 我們看到俄羅佛賽斯的話,他們會更深戰,更謹慎時,不會輕輕鬆鬥。 過去國防會有其他七種狀況,會有中國努力來看,但其實只有一項,主持人剛好講的。 除非你是劃為鼓勵的紅線,宣布這個劃力,或者是努力, 但你把它比較強調,他就有彈务,他一定要處理這個事情,他用什麼方式處理呢,由他來決定。 另外一點就是說,美國其實也想得很清楚,所以他老實在講說,美國反對乾淹的改變現狀。 如果這時候他也是講很多話,那他的意思是說,不要輕輕鬆鬆鬆,因為他就實際要放鬆。 這個,不要,可能是這樣子,我覺得訊息是很清楚,然後如果不做這個事情的話, 他已經不會莫非喜妙的,又打台灣人,打台灣人,抓他們的不開方式。 因為你,小太支持,師叔要有,對呀,如果你師叔沒有,你很勉強,你隨便找到你的打包, 老百姓會支持,我建立會支持,就要有辦法。 經常會放鬆鬆鬆鬆鬆鬆軟感到你的面穎、 因為我把你排隊,每個接種、突然像車子。 你自己把其他方式的,你所有的、方式和人員們的打給你, 那麼有辦法。 我不會再讓你 בכ riots。 那邊,你自己在家中截了不了的。 我不會忘記了,你自己能夠在一個忙的時候就好了。 這個,我不會忘記了,我不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你自己的説明書會寫問。 我會忘記了,快記了,快記了。 我會忘記了,我會忘記了。 我不會忘記一下就好,是哪一個,我們會忘記了。 带来说,要先把战机导入于德国的美军基地带由美国长交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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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